台湾女星小珍6个月剪掉半个自己原来关键是这瓶饮料!网名,蛙太励志了! 蛙瘦下来真的漂亮很多! 台湾女星小珍是因为罹患了妇女疾病多能性卵巢症后群,才导致体重爆肥至近80公斤。 可她近半年透过饮食控制积极运动加上戒咎,成功甩掉37公斤,连网民都忍不住向她讨教授身秘方。 她最近受访也分享肌瘦秘诀就是剧烈运动后不喝运动饮料或无糖饮料,而是一定要喝这瓶饮料。 针对近来的减肥心得,小珍侃侃而谈强调运动一定要有养加好无养双管齐下,否则肌肉外面还包了一层脂肪,当然看起来会比原来大只。 她说,人的身体很机车,一旦习惯了某种运动,效果就会大大折扣,因此运动菜单需每周更换,例如改变运动时间项目。 她还透露,运动后吸收最好,如果当天强度让身体很痛苦,就补充椰子水,半小时内一定要喝有糖油腊乳,并笑称这是自己的独门小撇步。 除此之外,小珍还说,其实减肥期间,不论是运动前后,最重要的就是多喝水,不会特别制作号称有助减肥的黄瓜水或柠檬水。 认为那都只是让水变得比较好喝罢了,另外就是营养均衡不忌口,唯一要注意的是饮食必须低钠,尤其是面线,钠含量超高绝对碰不得。 图美福小珍那比。小珍分享减重要点如下。 改变饮食顺序,先吃肉再吃菜,中午吃淀粉,晚上浸淀粉。 。 加强提高肌肉量的运动,体重虽减的不如想象中多,但体态明显变美。 饮食注意钠含量,进面线,不喝汤。 两成运动习惯度,每天5点半吃晚餐,7点半上健身房。 。 调换运动时间,骗身体,例子,周四踩飞轮,下周改周一,多喝水。 。 运动半小时内,喝含糖油腊乳。 。 。 。